什么的体型大如北极熊 能一口吞下猎物 游泳时速可达40英里 不是鲨鱼或鲨人鲸 而是大西洋蓝旗金枪鱼 是现存15种金枪鱼中体型最大最长的 大西洋蓝旗金枪鱼有独特的适应机制 这使它成为海中主要捕食者之一 它在地中海或是墨西哥湾中孵化 幼年形态小于人类眼睫毛 出生第一年 它学会了一项本领 局部体温调节 它通过塞从冰冷的海水中滤出氧气 该过程会使血液冷却 同时通过游泳和捕猎使血液升温 大多数鱼类的热量通过塞散失到海洋 但蓝旗金枪鱼有一种逆流交换机制 可捕获热量 流向大块游泳肌肉的冷血 与离开这些肌肉的温血很靠近 这种专门化的血管网称为细脉网 此处热量由温血越至冷血继续留在体内 这使蓝旗鱼成为少数温血鱼类之一 这是它在海洋生存的一大优势 冷血鱼类的体温完全取决于环境温度 在低温海水中活动迟缓 但蓝旗金枪鱼能够维持体温 意味着它们视力更敏锐 处理信息更快 游得比猎物更快 因此它得以在冰冷的亚北极深海不断壮大 得益于温血系统 它拥有了发达的肌肉 如鱼类般流线型的身形 以及可以折叠近凹槽的鱼鳍来减小阻力 蓝旗金枪鱼的速度少有动物能级 它的最高时速可达40英里 比大白鲨或是鲨人鲸还要快 即使以日常巡航速度 也可以在两个月内横跨大西洋 所有游泳都需要耗费大量氧气 但它对此也适应得很好 它游得越快 流金塞的水就越多 从海水中获取的氧气就越多 这要求它始终处于流水中 时刻保持运动状态 同时也意味着 它不能像其他多数鱼类一样 用口吸入猎物 恰恰相反 它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始终大张着嘴巴 相比起与它同等大小的捕食者 它吃的猎物体型更小 包括乌贼、甲壳动物以及青鱼等小型鱼类 蓝旗金枪鱼的体温调节能力 并不仅仅助其成为出色的捕猎者 还使其拥有近乎无限的活动范围 当蓝旗金枪鱼强壮到足以逆洋流而行时 就会离开适宜产卵的温暖流域 将捕猎范围扩大到整个大西洋 墨西哥湾和地中海中孵化的金枪鱼 经常在同一密食区活动 下至巴西、德克萨斯州 上至冰岛、塞内加尔甚至更远 到了大约十岁 产卵繁殖的年纪 它们总是会回到出生的海域 在这里 成群结队的雌鱼和雄鱼 在水中产下它们的卵子和精子 在它们的鱼生中 每年都会在密食地和产卵地之间来回迁徙 大西洋蓝旗金枪鱼寿命可达四十余年 终生都在生长 最大的蓝旗鱼标本的重量 是它们刚孵化时的千万倍 其巨型身形 使其在海洋中无坚不摧 但也令其在面对唯一的捕食者 我们人类时非常脆弱 人类捕杀大西洋蓝旗金枪鱼的历史由来已久 古希腊的钱币上就印有蓝旗金枪鱼 但在近几十年间 需求量猛然上涨 是因为蓝旗鱼可做成刺身 寿司金枪鱼牌 单单一条金枪鱼的售价 可高达一万美元甚至更高 高昂的售价进一步加剧了 过度捕捞和违法捕捞 不过 如果近年来的保护力度加倍 并更好地执行配额捕捞 蓝旗金枪鱼的种群 还是可以逐渐恢复 通过观看这些视频 不断拓宽您的视野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 您就不会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